大家好,我是阿辉 今天花了三块钱买了一把豆角 就用它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美食 做法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把洗干净的豆角放入大盆中 加入一勺食用碱 再加入没过豆角的清水 搅拌均匀 连同胡萝卜一起放进里面 浸泡15分钟去掉农药残留 蒜粥子里放入一把大蒜 加入一勺食用盐 然后把它倒成蒜泥 豆角泡好后再倒入清水清洗干净 锅中烧开水加入一勺食用盐 一点食用油 放入豆角 把豆角全部摸到热水里 烫上二分钟 豆角变色 给它控水捞出 再迅速放入凉水中 泡一泡 这样颜色会更脆绿 下面把胡萝卜用擦湿器擦成细丝 再切成碎一点的胡萝卜末 切好装入大碗中 下面把豆角切得尽量碎一点 越碎越好 豆角切好和胡萝卜末放一起 然后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食用盐 鸡精 十三香 蚝油 最后再加点食用碱 这样颜色会更脆绿 用筷子搅拌均匀 像煮锅里加入清水 多加一点 再放入两个鸡蛋 然后盖上盖子把鸡蛋煮熟 现在分次少量的加入面粉 面粉的用量只要能够使豆角碎包成团就可以 不需要加太多 然后抓起一团 大小比鸡蛋黄稍微大一点 用力把它捏瓷石一些 捏瓷石就不容易散开 像这样再用拇指放在糊口处 给它寻出一个小窝窝 像这样就可以了 造型非常可爱 然后放入不粘笼垫上 每个窝窝之间还要留点空隙 鸡蛋煮之后先把它捞出来 接着水开上锅 放入豆角窝窝窝 盖上盖子开大火蒸8分钟 不用蒸太长时间 太长的话营养会流失 然后再把鸡蛋放入蒜泥里 再把鸡蛋捣碎 放入碗中 再加点生抽 凉白开 小末香油 将它搅拌均匀 哇 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一小团一小团的非常可爱 看一下 特别的漂亮 有食欲 做好的豆角窝窝 可以配上自己喜欢吃的蘸料 我用的是鸡蛋蒜 搭配起来非常的好吃 也可以直接把豆角窝窝 当成我们的主食 非常不错 做法简单还好吃 口味清淡不油腻 如果你也喜欢 就试试做吧 喜欢我的视频 您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